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6月8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跟大家講今天的新聞題要 七國集團峰會本週五在英國舉行 預料對中國的威脅將會是一大議題 美國有意重新啟動與台灣的自由貿易談判 中共高科技極權模式外銷 將協助尼日利亞建防火牆監控言論 江捷多間獨立學院被要求合併引發學潮 學生維權被暴力鎮壓 詳細的新聞內容 美國總統拜登本週稍後啟程到英國 與首相約翰遜會面後 將出席七國集團峰會 全峰會後會發表聯合宣言 首度提及台海安全的重要性 有華府智庫學者預料 中國威脅將會是峰會的一大議題 也有學者分析 中國趁疫情試約 試圖在東盟內尋求結盟反制 聽聽胡凱文報導 拜登將會在星期三啟程前往英國 星期四先與英國首相約翰遜會面 預料會談及及鞏固美英兩國的特殊關係 貿易、貿易、氣候和和北外的問題等 星期五開始 拜登將會出席七國集團峰會 星期日與英女王伊莉莎白見面 G7峰會在英國康毓爾棍舉行前職 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發起聯署 要求作為東道主的英國 制裁侵害人權的香港官員 英國外交部回應說 港府修改及限制立法會選舉制度 及不斷起訴香港民主人士 違反了讓香港人享有高度自治的承諾 做法不能接受並且應該停止 亦將繼續考慮制裁行動 在星期二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中方發言人趙立堅被問到 美方說正與盟友討論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的可能性 中方可以或者願意做些什麼來防止相關抵制 趙立堅回答說 有關方面應該立即停止 借奧林匹克運動會搞政治操弄 不要站在各國運動員和東奧運動愛好者的對立面 有華府學者在同日一個研討會上分析 暫時看不到這次G7峰會將會聯合起來對抗中國 威爾遜中心全球歐洲計劃主任漢密爾頓表示 這次峰會邀請了韓國、印度、奧迪利亞等等 非會員國的元首出席 可見G7的國家元首在建立反華聯盟之前 需要互相摸底加強彼此的關係 如果你看看美國政府的說話 國務卿布林肯甚至總統拜登都說過 他們的說法和歐洲人的說法都很像 在某些領域上視中國作為夥伴進行合作 在某些領域上又視中國作為真正競爭對手 例如當講到強迫技術轉讓和經濟等問題 他們不想被捲約反華陣線 但是歐洲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改變了 所以我看不到他們想建立一個反華聯盟 但我確實看到更多的他們 有華府政圈人士就向記者透露 拜登不會在他任內允許中國超越美國 拜登上星期六曾在《華盛頓郵報》發文指 歐洲此行的目的是為了重新履行 對盟友和夥伴的承諾 並且展示民主國家應對新時代挑戰和威脅的能力 拜登在文中表示 無論在新冠疫情、氣候變化 或是應對中俄政府的威脅時 美國都必須要以實力來領導世界 提供一個比中國水平更高、更具適應力的方案 去提升基建、數碼和衛生設施 支持全球發展 威爾信中心的東北問題高級研究員後藤志寶子就分析 中國外長王毅在G7峰會前的星期一 與東盟國家代表會面談及的抵抗疫情 重建經濟議題 剛剛好與G7的議題相似 需要留意中國在G7峰會後的反應 很明顯 北京正是提供替代路線圖 應對這個星期後期 在倫敦峰會之後達成的內容 當然東南亞國家正是尋求中國合作 尤其是在發展經濟、基礎設施 以及應對疫情中出現的一些醫療等的挑戰 下星期一 拜登將會轉往比利時布魯塞爾 出席北約峰會 期間會會見土耳其總統 去到下星期三 在瑞士日內瓦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美俄峰會 今年的G7 除了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之外 澳大利亞和韓國亦都受邀以客座身份參與 日本經濟新聞的報導指 G7峰會之後的宣言 將會首度明確提及台灣海峽安定的重要性 香港和新疆問題將會成為重點議程 華府希望各國對華立場一致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胡凱文報導 中國國防部週二回應美國三名參議員 搭乘軍機訪問台灣 發言人吳謙老調重彈 指這是利用台灣問題搞政治秀 揚言共關不惜代價捍衛主權 不過 除了如常打嘴炮 暫時未見中方有實際的反制行動 之前有全中共而制裁訪台的美國參議員 最終也未見實行 有台灣的政論人士分析 美國派C-17運輸機到台灣 長距直入抗落台灣 軍事同象徵意義明確 聽下霍亮喬報導 吳謙星期二表示 美國參議員6月6日 乘搭美國空軍C-17運輸機訪台 利用台灣問題搞政治秀 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網途達到所謂的以台制華目的 這個是非常惡劣的政治挑釁 中方表示堅決反對 這位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又說 美方行徑嚴重違反聯合國 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去年8月官方 《喉舌環球時報》曾發表社評 說如果台灣和美方已經做了美國軍機 在台灣起降的安排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已經踩到大陸維護國家統一紅線 如果大陸掌握了確鑿證據 就可以摧毀相關機場 以及降落在該機場的美國軍機 台海戰爭將會就此打行 在台灣政論人士范西平 即是社交媒體發問 表示美國派C-17來台灣的確有三個不需要 他說美方不需要派這麼大的飛機 美國C-17戰略戰術運輸機 降落重山機場 一個這麼大架 可以載重72公噸的龐然大物 怎麼會只是載了三位參議員和徐遠 畫面看戲利多不協調 其次美國參議員都不需要跑台灣一趟 要送台灣疫苗 三位議員在韓國首爾宣佈就可以了 跑這一趟不僅浪費時間 來回的有錢也所費不菲 更不要說台灣疫情嚴重 何必沒有這個風險呢 第三個不需要就是選擇在重山機場起降 C-17這麼龐大 雖然擅長短長起降 但是降落重山機場的時候 快接近跑到盡頭 為什麼不在跑到更長的桃園機場呢 何況重山機場就在市區 而北市疫情嚴峻 桃園機場就在郊區移植空曠 凡世平說 由此可見 這個完全是一場政治show 這個是C-17首次來到台灣 而且各種美軍塗裝也沒有遮掩 高調地飛來 讓台灣人拍到夠看過夠 還能夠跟101大限合體 桃園機場都沒有這樣的能耐 另外美軍長矩直入地降落台灣 但解放軍就只能夠繞台灣的智爽 這樣令到習近平難堪 美軍是單刀直入 解放軍就只能夠隔壞騷養 他評論說美國軍機降落重山機場 是經台灣同意 他說解放軍敢申請嗎 要送來台灣人不敢打的國藥疫苗 如果不跟台灣協商的硬幹 被飛彈打下來 豈不是更加愚 但如果沒有動作的話 又會被認為太軟弱 被美軍食住 最後只能夠派軍機擾台 不單被嫌老套 連台灣人也見怪不怪了 范世平分析 這架C-17來到台灣也事實上有軍事異議 因為由韓國的烏山基地起飛 雖然是美軍 但也要知會韓方 別忘記文在寅這次訪美 與拜登發表的共同聲明 罕見地提到了台灣海峽 這樣顯示 如果美軍要介入台海 駐韓美軍可以立即撤換 這次C-17來到台灣就是演練 摸清路線 而且運輸量大 其實都是告訴解放軍聽 不要錯估情勢 玩火自焚 另外在本台的社交平台 有聽眾留言說 中美聯合公佈和中英聯合聲明一樣 也是過去式的歷史文件 請眾方認清歷史真相 不要經常抱著為我所用的態度 也有網民說 軍機事件是胡錫進一手造成 各戰狼立即捉拿胡錫進 興師問嘴 還有留言說 戰狼 只是在家門口 對外大聲叫他家犬 吧 自由亞洲電台 霍亮喬不道 在台灣 行政院長蘇貞昌對比國有意重啟 停滯了長達12年的 美台貿易和投資談判表示歡迎 中國駐美大使館回應 美國應該停止一切和台灣的官方往來 聽下中廣正在台中 台北報導 行政院長蘇貞昌早上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 感謝拜登政府對台的友善措施 我們很感謝在拜登總統上任後 美國對台灣有非常多的會我有善措施 在蔡總統領導下 台灣的外交關係跟各國也越來越好 我們很期待台美關係更有靜靜 有好消息會向大家報告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表示 台灣和美國擁有長期緊密的友好關係和經貿往來 並在雙方既有的各項雙邊經貿對話平台和機制上 密切進行各項溝通和討論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羅志正表示 民進黨非常歡迎美台恢復貿易企投資架構協定談判 要樂觀看待美台關係的進展 羅志正指美國派遣軍用運輸機接載三位重量級議員訪台 以顯示對台支持 透過COVID 給全世界的全球疫苗計劃裡面 第一個宣布具體數字的國家 就可以看得出來美國對台灣的重視 所以防疫跟對抗疫情只是其中一步 我們還有很多方面 尤其是對接下來整個經濟的復甦 最重要的就是美台之間經貿的合作 所以對美台之間展開TIFA的談判 我們感到相當的樂觀 民進黨立委黃定宇表示 布林肯的表態說明美國和台灣 應該已經就自由貿易協定 貿易企投資架構協定等進行過 框架性的預備談判 正式談判應該即將開始 這些都是美台經貿談判展開的正面指標 台灣駐美國代表蕭美琴回應傳媒訊問的秀表示 一切正在努力當中 總部設在華府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 台灣議題專家葛萊爾說 布林肯這句話無疑釋出信號 顯示華府很有可能重啟自奧巴馬政府以來 遲遲未舉行的台美貿易契投資框架協定談判 葛萊爾指出 中國很有可能會評擊美台重啟貿易契投資框架協定談判 擔心此舉有可能最終促成自由貿易協定 遲遲鼓勵英國等其他國家和台灣展開貿易對話 布林肯週一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就美國國務院年度預算的聽證會上 被詢問拜登政府在和台灣的雙邊貿易協議上的立場 他說會將有關問題轉交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而美方正在或很快將與台灣就某種框架協議進行對話 這些對話已經開始 美國代表處辦公室指 美國認為持續加強和台灣的雙邊貿易關係十分重要 但現時未有相關回談消息公布 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回應美國 可能和台灣重啟貿易投資協定的受批評 美國應該停止和台灣一切形式的官方往來 以及停止實質提升和台灣的關係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美國《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外商撤資離港潮 跨國企業寧願轉移到新加坡或上海 台商方面本台訪問當地學者分析 中廣營商環境接近企業流港意願自然大跌 但也有證券業的台商說香港樓價股價仍穩定 認為影響不大 聽聽文海恩報導 在2019年台灣是香港第三大貿易夥伴 而香港就是台灣的第四大貿易夥伴 兩地經貿關係密切 而台灣中華經濟與金融協會副秘書長曾志超對本台分析 港區國安法等高壓措施令到台商可見香港司法制度 金融中心地位不在 從企業角度最重要是看發展環境 估計會影響台商對香港的未來投資 所以他過去因為他在香港 他是一個非常安全的一個地方 尤其他是跟大陸是可以做一個區隔的 那現在如果說現在大陸 在把手伸到這個香港去的話 他本身要隱藏一些資金 就會造成他的困擾 所以他就會選擇將資金移除 移出這個香港 包括台灣或者是在新加坡這一塊 可能是他選擇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台商的這個移動的情況 他又提到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不在 同樣再沒有優勢 目前香港是台灣和中國商品貿易的重要轉口港 不少電子產品經香港運到大陸 香港工業貿易處數據顯示 兩地經香港的轉口貿易 在2019年達到4000億港元 曾志超說台商本身以製造業為主 相對在香港的比例不算高 和其他服務業的外商考慮較不一樣 他說資金調動是台商選擇留在香港的原因之一 因為大陸管控嚴格 如果有國際貿易的台商 就會利用香港做資金調動基地 如果我是以大陸為基礎的這個市場的話 那我根本沒有必要留在香港 所以在這方面的話 他就會因為香港失去了相關的優勢 就會往內地邊去移動 包括他想往總部搬到上海 或者到深圳這個地方去 另外有造證券買賣的台商要求匿名授訪 他對本台指 未會因此而離開香港 原因是香港樓價、股價等 在政治動盪情況下仍然穩定 認為對他的影響不大 而且相對台灣 在香港收入更高 商業數據方面 目前台商大額對外投資 需要申請或申報 記者向台灣經濟部投審會查詢 2018年台商對香港投資達到5.7億美元 而2019年就下跌至4.5億美元 雖然2020年金牙提升至9.1億美元 升幅達一倍 但總體投資件數減少了23宗 不過因為港澳投資的規定相對寬鬆 台商如果要取消、停止申請 並不一定要向經濟部做報告 因此數據代表性有限 估計要等港府等機構公布更新數據 雖然台商的情況 仍然有待進一步觀察 近日外資撤離的風聲 是香港人來關注 帶得樑行數據顯示 自2019年起 香港的辦公大樓 空置率創15年來新高 被退租的辦公空間中 高達8成為國際企業 華爾街日報報道 日前訪問香港美國商會前主席 屈福明 他說公司自2019年起 願意遷入香港的僱員已經減少一半 而遷出香港的人數 就增加三成 他說不少人仍然希望再等待一會 期望香港會有改善 但不得不承認 或者是時候離開?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恩報導 繼印尼後 中國將監控資訊及言論的技術 外輸到西非國家尼日利亞 調查發現 尼日利亞政府和中國網信辦合作 正在尼日利亞建立互聯網防火牆計劃 目前尼日利亞網民 需要翻牆才能上推特 有評論人士批評 中國將專制的經驗推向全球 賦予西方國家反制 聽聽胡海文報導 由尼日利亞獨立讚稿人成立的 新聞調查基金會 在星期日報導 尼日利亞政府正與中國政府 討論修建互聯網防火牆的計劃 尼方有意仿後中國 控制推特和念書等社交網絡平台 而尼日利亞網民近日突然發現 已經無法登陸社交媒體推特 必須使用虛擬專用網絡VPN 才可以訪問 英國華裔作家馬健向本台表示 近年中國已經通過一帶一路 向非洲學生提供留學和高額獎學金 以及其他金錢項目等等的手段 深度滲透非洲國家 和中國一帶一路項目合作的國家 包括尼日利亞和印尼 近期已經先後和中國合作獲得網絡監控技術 在中國早在協助尼日利亞之前 今年年初 中國網信辦和印尼當局簽署備忘錄 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在網絡安全領域的合作 中國網信辦的主管單位 是由習近平直接領導的 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 台灣政治學者李友譚指出 中國極權無色對一些非民主國家的獨裁者 心具誘惑力 他敦促西方國家破除中國的防火牆 避免有關技術流向非洲乃至全球國將 美國自由資格透露 尼日利亞政府由幾年前開始投入巨額資金 用於網絡監控計劃 記者無國界組織表示 尼日利亞政府尋求建立防火牆 它將可以控制互聯網言論 尼日利亞政府在過去幾年 一直尋求控制網上言論自由的方法 2015年年底 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 上台只是10個月後 就針對言論和出版自由加強管控 進行立法 2019年該國議會提出兩項 針對互聯網新聞的議案 引發民眾強烈抗議 而未予通過 2017年11月 尼日利亞通訊委員會 下令關閉了21個支持 由尼日利亞分裂出去的 比亞法拉共和國的網站 尼日利亞政府在2018年至2019年期間 探索使用開源網絡情報 最終比亞法拉共和國的支持者 和社交媒體上的政府批評者 尼日利亞政府也曾聯繫專門研究 開源情報的英國調查新聞網站 Berlingcat的人員提出在該國進行調查培訓 Berlingcat因為發現培訓的目的是追捕異見人士 而拒絕與該國政府合作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吳亦童 胡凱文報導 江捷多間獨立學院 被要求與職業學校合併 成為職業技術大學 引發多間學校學生不滿 在六四前後發起示威 及到省教育部請願 期間被警察暴力對待 有人被打到頭破血流 有學生被帶走後失聯 學潮爆發後 當地的教育部門喊停合併工作 直到週二 有學生在校內掛抗議的橫幅 聽聽情文報導 上週六四週年前後 中國當局在各地採取嚴密維穩 江捷兩省都爆發學潮 其中有學生上週六到江蘇省教育部請願 期間被防暴警察強行帶上大巴 據傳有學生失聯 南通大學杏林學院 浙江工業大學的江學院 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等 多間學校的學生 亦都在校內維權抗議 據知參與的學生多達數千人 從網上的影片可以看到 大批警察包圍校園 有學生被警察抬走和圍毆 更有學生被打到頭破血流 有中北學院的學生 在微博發文表示 學校對學生的意見被重奏輕 又派附警和特警封鎖校園 不讓學生和家長進出 並聲稱校園內 已出現暴力執法打傷同學的流血事件 哈爾濱一位退休教師 孫女士就認為 官方是這次矛盾的源頭 學生維權就招致暴力鎮壓 他說出動武警鎮壓 是中共常見的手法 目的就是防止事件的影響越來越大 引起這次學潮的原因 是大陸教育部要求將獨立院校 和職業大學合併成為職業技術學院 有學生發文解釋說 他們並非拒絕改組或合併 只是拒絕學校降級 表示自己高考入了學院的本科 交了昂貴的學費 到畢業的時候 學校就變成了職業學院 考研、考工、考編全部都有影響 他們又批評說 校領導為了錢 賣了幾萬人的前途 更加諷刺說 在他步入社會之前 學校為他上了一課 讓他們知道什麼是官官相互 在警民衝突過後 浙江省和江蘇省教育廳 先後在星期日和星期一 宣布全面暫停合併工作 並強調將會認真聽取港大師生 對獨立學院轉設的意見建議 不過學生對當局 暫停合併的消息並不賣帳 星期二仍然在校園 舉起寫有 拒絕學校私自轉設 要摸普本、要摸停辦的橫額 要求學校給學生一個明確交代 上海退休教師顧國平對本台說 自己也都在微博看到警察打學生的影片 不理解學生有什麼過錯 要這樣打他們 他又說能夠理解學生對合併的不滿 他指 這次多間學校爆發警民衝突 加上近期 上海復旦大學教師 說已被解僱而殺害了學院的黨委書記 種種事件已經反映中共在教育管治方面 開始出現信仰危機 在大陸 獨立學院 是普通高校和社會組織合作舉辦的高等學校 原本掛名一些名牌大學 雖然學費是普通高校的三四倍 但因為錄取分數低 而且畢業證書上面 會寫有掛名大學的名字 因而頗受學生的歡迎 不過國家教育部 去年發通知聲稱 去年年底 所有獨立學院 都要制定 和轉設工作方案 可以改為文辦公辦 或者終止辦學 自由亞洲電台 情文報導 大陸再發生惡性殺人事件 上海復旦大學數學院黨委書記 已遭到一名教師刺死 事件引爆如情 輿論一邊島支持 移空挺身反抗不公的制度 官方則想速封鎖 所復旦大學數學系官網 和當事人的個人信息 學界人士指 近年大陸的高校殘酷升遷制度 引申出群大關係 和學術造假的問題 並最終釀成慘劇 聽下情文報導 復旦大學數學院49歲黨委書記 王永珍 星期一合五 被人刺破頸部身亡 據指移空系學院教師姜文華 當時王永珍正向姜文華宣布解聘決定 事後校方以網絡維護為理由 迅速關閉了數學院的官網 連死者王永珍的個人減力也被全網屏蔽 甚至連移空姜文華的前僱主 蘇州大學數學院 也迅速刪除了和他有關的信息 不過事件仍然在網上引起熱議 有網民說 近期中國報復社會性的血案 受害者多數是無辜的孩子和路人 但姜文華就體現了輸生的憤怒 精準地反抗黨軍 但沒有禍及無辜 連一些律師也認為 在法制不章和公平稀缺的背景下 迫到原本拿筆的手也拿起了刀 自然發正義 亦屬無奈下的選擇 要求匿名的大學理科教授羅先生 告訴本台記者 近幾年來 國內重點大學大規模引進海歸博士 和博士後任教 定了很高的科研目標 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成功申請到 國家科學基金委的資助項目 如果到期沒有成功 就要辭退 所謂不升即走的模式 他有兩種 一種飛升級將 他是奇古高校 尤其是一些 當中比較差一點的學校 他們會引進一些博士 給了副教授待遇 他們必須在第四年 平上 如果平不上 就將成講師 那個飛升級走的話 一般是只在985和21大學裡面 這些博士來到學校以後 在六年內 你拿不到國家基金委的項目 那你就平不了胡教授 學校就會把你失退 羅教授說 但在國內群帶關係的環境下 會導致一些學者的申請被擠佔 令到很多教師受聘六年就被失業 另一位教授劉先生就指出 大陸學界除了充值嚴重的群帶之鋒 同時因為這套不升即走的模式 衍生出學術造假的問題 他舉例 教師需要二六年內 在核心期刊上面發表的論文 以及申請到的資助項目數量 為考核標準 但在國內 如果沒有權力資源 學者他們無論是法論文 還是申請項目都很困難 絕大多數學者 通過證圖根本無法做到 復旦大學數學院傳出的消息指出 而空疆文化的學術能力高 2004年在復旦本科畢業 後來獲美羅格斯大學統計學博士 曾經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從事博士後研究 還是第一屆復旦校長獲獎者 據稱姜文華從蘇州大學 轉職復旦數學院之後 受到黃永珍的壓制 導致她申請項目和評定副教授職清都受限 其中流出一個授押理由 是姜文華證審沒有過關 但是這個說法未獲得復旦大學證實 案發的時候 中央第四巡視組正在復旦大學巡視 本台記者多次撥打復旦大學宣傳部 和組織部的電話 但都沒有人接聽 教育部人事師也拒絕評論 並否認死者黃永珍是教育部籍本幹部 據微博熱手和微信朋友圈顯示 姜文華刺殺黨委書記幾乎贏得了一面倒的喝彩 也有不少人為他感到同情 但是有律師指鼓勵暴力報仇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 這顯示社會的各個斷面都已經病得不輕 據不完全統計 大陸各地近期發生了十多宗惡性殺人傷人事件 但是過去一週 上週六 安徽一名男子斬殺路人 造成了六死十四傷 同一日 四川一名男子在理髮店內殺害了兩個人 上週四 港西一名男子在社區持刀傷人 導致兩死 自由亞洲電臺情文報道 一名十七歲男學生和一名四十五歲女子 就已被拒保釋 兩人被指串謀刊印和派發 宣揚港獨傳單 庭上沒有披露宣揚港獨傳單的內容 案件押後到8月4日再信 被告分別為十七歲中學生黃俊偉 和報稱任職民員的四十五歲女子曹雪芯 控罪指控兩人在去年五月至十二月十一日期間 一同串謀刊印、發布、分法、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 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十一絲條 雖然律政司不是以國安法起訴 但控方指兩人事嫌提倡港獨 危害國家安全所交由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 案件週二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國安法指定法官蘇維德不信納兩名被告 不會再作出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拒絕保釋申請 被告黃俊偉保留8日後再上庭覆核擔保的權利 曹雪芯則放棄覆核 控方申請案件至8月4日再訊 期間等候警方進一步調查 包括檢查兩人的電話、電腦等電子器材 以及查看涉案閉路電視片段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 庭上所見除了記者之外 連同被告親友在內 僅有約十人到場旁聽 被告黃俊偉想停時沒有法律代表 在裁判官詢問下 同意由當席律師代表 而另一被告曹雪芯 則由大律師高毅力代表 警方國安處曾多次以刑事罪行條例罪名 拘捕他人 網台D18主持傑斯 去年11月被國安處人員 以涉嫌不用黑錢等罪拘捕 今年2月 再被警方以上述的條例 加控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而去年9月被捕的人民力量快必 原名譚德志 亦以此被控7項發表煽動文字 1項串謀發表煽動文字罪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0 1C條 任何人印發煽動文字積屬犯罪 第一次定罪可處罰5,000元及監禁2年 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年 香港的政治犯越來越多 囚犯的人權問題越受關注 懲教署處長胡英明就已接受中國的官媒訪問指 近來有人以籌權抹黑懲教署 早前收集如10萬人聯署要求改善 監禁酷熱環境的組織石牆花回應說 處長是將籌權的問題政治化 並漠視前線職員的艱辛 聽下劉兆峰報導 香港反修例案件陸續在法院審理 大批民主派人士相繼入獄 透過親友指 牢獄就好像蒸爐 切夜藍面 身上不斷生熱肥 令外界關注獄中的環境 懲教署處長胡英明接受大陸官媒訪問 說近來有人打著所謂籌權的旗號 扮坐牢專家 刻意抹黑懲教署 包括投訴監禁環境嚴熱和剝奪探監權利 意圖挑起事端向廚方施壓 旨在令某些囚犯在獄中舒適過活 胡英明舉例 石牢花早前發起聯署 要求懲教署改善監獄的嚴熱環境 提供便攜式電動風扇 太陽油、太陽眼鏡等物資 胡英明說 監獄絕對不是一個舒適和享受的環境 難道坐牢要比度假更舒服? 前立法會議員石牢花創辦人邵家俊 正義對本台指 署長的回應是意料之內 相信是顧及面子 因為見到聯署獲10萬人響應 受社會關注 而邵家俊最失望的是署長形容 坐牢不是度假 他認為不可以這樣比較 署長從事至少30年的獄證工作 應該明白坐牢也有一些標準 例如食物的份量、營養都有標準 邵家俊反指 署長是將籌權倡議工作政治化 趙家俊說 有前線職員向他掃說 鑑倉的問題要靠團體或議員發聲 毫熱情況不僅影響囚犯 近牽涉前線職員 他形容情況就像啞子食黃年 但廚方一直漠視 曾經因為反修例事件入獄的阿朗對本台說 廚長將度假的標準定得太輕易 一些長期坐牢的囚友 曾經向他訴苦 說在獄中過得很辛苦 夏天相當難喊 阿朗說 相比坐在冷氣房的高級懲教職員 前線職員多數時間都是同酬有一切 例如在監倉或工場 他認為提出增加風扇等設備是基本待遇 希望廚方放棄過時的想法 集權組織石牆花上個月發起聯署 要求改善監倉的耗熱環境 不夠兩天成功收集10萬人的網上簽名 最後以12萬5千個聯署 去信請教署署長要求見面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劉兆峰報導 香港獨立英文媒體HK Free Press 就已引述Facebook官方的透明度報告報道 Facebook自2020年7月至12月 即國安法生效以來 全數拒絕共202份香港政府用戶數據申請 警方犯人接受該媒體訪問 被問到Facebook的不合作態度 會否違反國安法時 謹重申警方必要時 將向有關人士和機構申請有關資料 以助調查 聽下霍亮橋報導 Facebook的透明度報告就說 他們自國安法生效以來 先後13次刪除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的鐵文 相比之下 Facebook在2020上半年 刪除用戶鐵文的次數達到199次 與下半年的數據形成強烈對比 根據HK Free Press的報導 透明度報告沒有明確地說明 警方的刪除鐵文申請次數 《國安法》剛生效的時候 Facebook就發表聲明明明確表示 他們認為言論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 支持人們表達自己的權利 而不用擔心自己的安全和其他影響 決定暫停處理香港政府的用戶數據整構 本台記者向香港警方查證 與HK Free Press得到的回覆一樣 本台另向Facebook查詢 Facebook就重申2020年7月發出的聲明 表示Facebook對於政府申請入國際程序 需要考慮Facebook政策、相關法例和國際人權盡質 自由亞洲電台發兩橋報導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 歐洲已被問到全國政協常委何處國 批評她自找制裁 林鄭回應時 主動提到全國人大正審議 反外國制裁法 她對草案歡迎支持 又指特區政府有親身體會 又說中國要以其人之道還置其人之身 美國自去年8月開始制裁至少12名香港官員 包括行政長林鄭月娥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日政司司長鄭若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 前警務處長劉偉聰 國安委秘書長陳國基 警務處副處長劉次衛 香港警務處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 印光顧色成常所被優價的蔡展鵬 國安處助理處長簡啟思 江學禮 另外多名對港政策官員 也同樣受到制裁 包括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 和駐港國安公署處長鄭雁紅等 受制裁影響 連中資銀行也停止為涉事的官員服務 有媒體報導 特首林鄭月娥近日在民建聯的活動上 同學員閉門交流期間 坦然預料一輩被制裁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29次會議週一舉行全體會議 聽取《反外國制裁法》審議結果報告 審案預料在週四通過 明年3月將懷香港特首選舉 近期香港越來越多相關的暗戰 曾在2013年 突然轉態支持梁振英任特首的 全國政協常委何處國 就日在電台節目光明頂任嘉賓 多次炮軍現任特首林鄭月娥 聽霍亮喬報導 何處國重提林鄭月娥在凡修禮運動的時候 不聽勸告 想強行通過修禮 最終令到香港和自己都被制裁 她說林鄭月娥怨些什麼 想想香港人怎樣 她說香港人都受到制裁 就是因為利無知的行動 何處國又在節目贊前特首梁振英 劃她勤力和有不窩不老的精神 她說梁振英雖然民望差 但是不會比林鄭更差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回應說 香港有言論自由 因此今天有不少評論特區政府施政 她和團隊會以謙卑的態度聽取意見 並在本屆政府餘下一年的任期做好工作 自由亞洲電台 方亮喬報導 更多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臺粵語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收聽收睇